主席 新婚夫婦或者單身人士 是很難找到好的房屋 他們很難建立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看 你就是說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梁國雄 他現在有的收入是9萬元 很多人像他那樣 就是在濫用公屋的資源 你是有一個中央的房屋政策 我想你現在還在追求你原本的目的 很多時候你是偏離了原本的目的 可能你的政策 其實是在鼓勵人欺騙你的 你不能夠就這樣聲稱 香港人是需要有房屋 但是有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人在欺騙著 所以其他人是得不到房屋的 獅子山學會 就是希望你首先 達至公屋的原本的目的 我們是要給那些窮的人有公屋 然後那些有錢的人 應該在公開的市場自己找房屋的 那我們是應該照顧所有的住客 還有在所有公屋那裡 應該用多些科技去查核這些戶籍 有些人其實是搬離開了公屋 但是他們就用那間房屋 用來做儲存的作用 很多時候也有些公屋的單位 是空置了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濫用公屋的資源 我覺得這些人應該是坐牢的 所以不單止說是要有有效的政策 你在分配公屋的時候 都應該是有效率的 我想說的是這麼多 鄧國雄議員 但可惜我資產不過 那就留在這裏 這麼簡單而已 你是不是不同於這個政策 他們是看著我的 他們是審查著我的 如果好像這個 私生學會 一個提倡新自由主義的組織 我會想問你 我又想問你 我是姓梁 梁姐是姓梁 你怎麼看梁振英 你怎麼看李嘉誠 你怎麼看香港的貧富懸殊? 你估出這個低的稅制,還要減稅, 你有什麼能力去解決現在香港的貧富懸殊? 就這個獅子山學會, 你們贊成低稅,還要減稅, 現在這麼低的稅,還要減稅, 你說到在哪裡? 你是真心實意為窮人嗎? 我告訴你, 他們全部人提我上個星期, 前兩個月我一次, 四、五年前, 社民營開了一間不運作公司, 他都查了,過了這麼多年, 梁議員,你有間公司, 有沒有賺過錢? 你不用休, 先顧好你自己, 好嗎? 先顧好你的老闆, 我知道老闆孫柏文是有錢仔, 老闆靜樂的, 所以他特別喜歡私有財產, 是不是? 如果他老闆要納重點稅, 他就少點錢了, 我現在說回你們那筆, 第一件事, 還有, 我也很想請那位外籍人士, 先明白香港的房屋政策, 你先知道全部, 其實那個政策很簡單的, 我自己有多人, 我用在別處, 我喜歡拿出來搞社會運動, 我捐給社民營, 我捐給其他人, 這個是我用錢, 所有人都會為了自己的 purpose用錢的。 好, 謝謝下一位, 第二輪的梁議員,